Style 就是它在使用上 會讓同學覺得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Style 的部分 可以看到在這個地方 Style 那Style 你可以看到 假設我現在就是把它設定一個這個Style 那我的重新建立一個Style 可是我的這個Style 它叫做Style01 Style01 那這個是我自己去自定義的 那我把一些什麼相關的設定 把它通通都把它做一個什麼改變 好 然後同學可以看到 就是說我這邊把這個 我在Button這裡 就是設定的東西把它放上去 這邊利用了一個什麼Wit 然後一直到Size的部分 那OK了以後 我們先暫時貼上 這邊你要知道就是說 你必須要利用Item 那我們現在假設 我現在這個地方 有這麼多的 1 2 3 4 5 5個 那我先把這個做一個複製 然後貼上 OK好了之後 我先把第一個 Layout什麼Wit 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那這裡呢 它就知道說 LayoutWit 那我要做什麼 好 就跟它講我要做 WrapContent 好那接下來呢 就要告訴它 EnjoyLayout的什麼 Height 好所以呢 我再把它放上去 那Height呢 我要把它做什麼 一樣 就是WrapContent OK了之後呢 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做一個什麼 TextColor 所以呢 我這邊又設定了一個什麼 TextColor 那Color呢 我就是把它指定什麼 這個顏色 然後呢接下來呢 就是Text什麼 Size Size Size的部分呢 我們把它設定為多少 20dp 那以下的部分呢 我們就把它移除掉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Style01 設定完成了 那Style01 設定完成了之後呢 那我要怎麼去套用它 所以呢 我現在呢 再新增一個什麼 Button 好 我再新增一個Button的元件 那我直接把它複製 然後呢 到這個地方做一個貼上 好 那我貼上了之後呢 這個時候呢 其實你會完全都沒有看到 我們的什麼 物件 好原因是因為呢 我們沒有對它進行什麼 任何的設定 可是同學剛才 我相信大家都有印象 Style01 那這時候呢 其實呢 我可以用這樣的格式 也就是說呢 我只要打一個Style的Style 然後呢 去套用這個什麼 Style 好 去套用這個Style 然後告訴它 我要套用的是哪裡 我要套用的是 AtStyle裡面的什麼 Style01 就是我自己定義的 好 OK 那這時候呢 就會看到我們的什麼 原件就設定完成 這個就是Style 那大家會覺得它真的非常的方便 它真的非常的方便 其實呢 就是說 當我們在做這個配置的時候呢 它的原理就是呢 跟這個 我們在做網頁 CSS很像 我呢 可以去設定 就是很多完整的一些Style的設定 然後 當我要去把它運用到的時候呢 我只要在程式裡面怎麼樣 把它去引用就可以了 那你同學可以發現 像這樣的一個方式 你之後在修改的時候 你只要去修改Style 那你所有Activity引用到的部分 它通通都會做改變 而且你會發現 在XMelo的這個地方的撰寫 程式碼會變得怎麼樣 精簡非常多 好 這個就是Style的應用 好